Hello 大家好 我是瑞伯阿伯 大家好 我是瑞伯 泰蜜 欢迎来到每礼拜三的行销人职场生存指南系列 好啦 在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肆虐之下 我们从1月到3月已经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美国或者欧洲原本以为不干他们的事 后来非常关他们的事 受到非常大的非常严重 我还记得我之前有拍一个影片 就说我们要保持平静的心态 然后不要去过度的关注新闻 然后不要让自己陷入恐慌里面 我对于这个观点我现在还是保持一样的 只是他的确比我们想象中更严重 所以在那个影片里面我特别提到 你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就是你出门口罩防护措施或尽量都不要出门 这个还是一样的 我不是说不要看新闻就变得一个很无知的人 也不是这样 就是我说不要看新闻 那是要获取正确的资讯的来源 所以今天我就要提供给大家正确的资讯来源 是关于经济上面的 当然在美国发生这么大的lockdown之后 经济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在零售的这个sector里面 在三月已经下滑了8.7%的 这个income跟revenue跟这个产值 就非常非常的惨 那最惨的是哪些呢 其实最惨的就是这些小型 就是本来就已经生意有点不太好 或者是慢慢被卡着 这种被大型的零售卡 然后又被网路上卡的这种小的mom and pop shops 这种是最惨最惨的 因为他完全他没有办法营业 他什么营收都没有 你想想看一家小的独立的商店 他可能是在卖书的 原本就已经不是Barnes & Noble 然后又不是亚马逊 他已经被卡到不行了 然后现在这一波一来直接倒 另外一些比较惨的可能会是像Macy's JCPennis这种不是那么的网路 但是又不是那么的这种便宜的 这种卡在中间有点不上不下的这种零售商 这种也很惨 这种股票或者是他整体的零售下滑的 非常非常的严重 有一些还算OK撑得住的持平的 就比较像是Walmart、Target、Costco 这种就是Big Box Stores 因为他卖的是比较名声必需品 为他主要的贩售的商品 而且他们跨网路也算是跨的比较早的 他还是能够完整一些网路线上的订单 所以这种还OK 也还算撑得住这一次的疫情 在这整个里面 有一家公司逆向成长 逆轰高飞 逆轰高飞了好一阵子 但是他也很低调 他除了就是在之前可能新闻上有时候 我们要招人 因为他招人他那么低调他哪招得到人 他说我们要招10万个在仓库里面工作的人 很多耶 因为他的订单的数量成长很多 但是他对于他的营收的增长 虽然是上市公司 就尽量的没有那么高调 但是大家都发现了 我猜你们应该有猜到是哪一架 股票一直涨 对就是我们的光头哥 Jeff Bezos 对亚马逊 亚马逊在这一波的疫情里面 展现出了他接下来这个可能是成为 这叫什么呢 这个垄断零售的一个可能性 当然他们非常不喜欢听到垄断这两个字 我们之前看一个纪录片 你只要说亚马逊是不是在垄断这个市场 他说没有 他们就说你要看 但不是 你看我们在全球这个里面 我们站得很小 他们都非常的害怕被贴上垄断的表情 因为美国对于垄断是非常非常 没有那是操纵市场才会被抓 对 你单纯垄断是会被政府介入 要抑制你的增长 或者是抑制你在其他的领域里面的扩张 所以他们就是在美国非常的 就是担心被贴上这种表情 Monopoly 这种垄断的表情 题外话 不过整体来说他们在这次的成长 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你看我们这个截图里面 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卖家的其中一个账号 就是这么直接 红色条线是上个月 上个月已经就是还不错 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只有在疫情 刚刚在美国爆发的那几天 大家有点被吓到了 都不敢做事 然后接下来回复正常 结果这个月开始是一直在线上 一直一直成长 就是我也很想要跟大家说 是因为我们想出个新的策略 然后做了哪些事情 但是策略跟做的方法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真的是需求量就是变非常的大 搜索量就是开始一直在飙 所以就是对这个无法把功劳放在自己身上 这是其中一个范例 所以这是Major看得到的 就是这的确是非常真实的 虽然整体的美国的零售跟经济 在这波疫情下面这个很悲惨 说真的2200万人 就是领失业救济金去申请了 就是这么多的失业的人口在美国 所以接下来的整体经济可能也是蛮辛苦的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 除了从这个数据之外 你看我其他这个几个数据都一样 这是线上的增长 在不管什么品类都在增长 而且这是美国 你看这个紫色的是美国 在运动类跟Hobbies 你想说运动没有人在运动跟休闲 但因为休闲娱乐也算是一种在这个品类里面 一样增长在意大利 意大利是疫情非常严重的一样 照样增长 英国还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英国可能还在伤痛之中 然后再来就是服饰与配件类 这个也是一样 在英国还是负增长 你看在这是线上 这是纯线上 它还是没有 但是意大利 他们比较可能注重打扮吧 已经在疫情过后 你看这边是2月多 然后3月开始慢慢的 就转到线上去消费了 所以线上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把零售的全部都拨过来 然后在线上实现了增长 所以在一整波疫情里面 实体零售 或者是如果这个品牌的通路都在实体店面的话 那个是真的很惨 但是如果是一个纯网路的电商的话 在这波疫情里面是绝对的增长 纯网路的电商 或者是你至少在网路的那一部分 是获得增长的 然后关于这个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小新闻 就是说亚马逊在好像在4月20几号的时候 就是要把他们之前不是有一个 这个联盟行销卖家的这个计划 叫做Amazon Associates 那个联盟行销的卖家计划 大概平均的销售的抽成 比如说你卖100块 亚马逊大概分你8块 嗯 他们在这个时间点决定要从8%平均了 差不多降到3% 其实这样太多了吧 所以所有的这个联盟行销的 就是publishers 或者是大网站的这些拥有者 原本有很多流量 往亚马逊送的整个都跳起来 就是说你居然在这个时间点 你的股票长成这样 营收长成这样子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点来砍这一部分的收入 所以这就是大嘛 Monopoly 不要贴这个标签 就是大 那他就是这个是以利润导向来讲 是很能够理解 因为说实在的 亚马逊现在已经大到不需要真的去推荐推借了 已经够多消费者往那个地方跑了 那他多因为你点了这个连结 他多付了8%的成本 所以以商业来讲的话是百分之百可以理解 就是以商业的角度 只是大家觉得这个实际点 不是太理想 就是如果以更全面的思考来讲 那实际点似乎不是那么理想 那亚马逊他们也讲了 就是我们现在在Google上面的广告 我们也大幅的降低 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出那么多货 那个量就是那么大 他把广告降低 然后营收还要增长 所以这是十四兆英雄 对我们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观察到 就是对啊 当一个平台非常大 然后如果你的商品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是主要的销售平台仰赖非常多的话 也是很可怕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在上个影片里面有讲过 就是其实在广告的成本 其实是在下降的平均 因为很多产业就不下广告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自由的官网 品牌的官网 因为Shopify做的 也大量的做投资 我们也可以看到到营收照样在增长 所以其实这是从3月22号 等于是疫情开始的时候 其实照样还是一直营收在成长 当然这是一个纯网路的平台 所以受到的影响就是不是那么大 尤其是这个品牌呢 就是是卖运动用品的 所以你会觉得说 其实运动用品怎么还会有人在用 他们其实还是会想要买 然后还是会有一些粥 他们还是有在用得到的 然后又因为不想要去实体的店面 所以他们都会选择在网路上购买 然后我们在广告成本上下来的过程当中 又大幅的投资 我们也是想要降低对于单一通路的仰赖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关键 所以这边也提供给大家一个警讯或提示 就是如果你在亚马逊已经做了好多年的话 其实也要开始慢慢思考 自由品牌的电商官网的建制 然后想办法让你拥有自己的客群 可以去联系消费者 因为你很难讲 就是有没有哪一天 你的account突然被关闭了 然后你的这些 这些员工如果一直都在出这些货 或者你接下来这个品牌怎么办 是不是要从零开始建 所以我觉得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很重要 对 因为反过来想也是一样 就是我可以在affiliate 把8%降到3%我也可以在卖家的销售抽成上从15%拉到20% 对耶 这是同一件事情 突然就没有利润了 对 就是到时候你还有没有那么多的毛利 当然亚马逊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所以我也不是说 哇亚马逊好可怕 我们不要跟他玩 不要跟他当朋友 绝对不是 非常多的平台在亚马逊上获得极大的成功 是一个非常大的杠杆的平台 因为上面有这么多的额量 这么多消费者 但是如何拥有更全面的通路策略 让自己不是只单一在仰赖同一个平台上面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开始规划跟思考 当然成本高不高 非常高 对 就是你要做一个自己的网站 开始跑流量 然后做这个Campaigns Ads 成本很高 所以你比较建议在自己已经开始获利了之后 然后慢慢把这些资金投资在自己平台上 对 但是因为你要花新的钱 所以在那之前 你当然是要能够先活得下去 要不然就是有非常大的资本 所以你就可以先不在获利的情况之下 开始两边都同事做 当然是可以 所以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因为策略的定制就是了解手上的资源有多少 然后先后缓急 就是定好 因人而异 就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获利 你才能够往自己的品牌官网去做 有的人觉得第一天他就是不想要在亚马逊卖的 这样的品牌也大有人在 他觉得我要给消费者好的体验 我就不能够透过别人销售 我就是要直接自己销售 才能够掌握好的销售体验 对 这种品牌也大有人在 那当然前面要不要烧很多钱 要 要 因为你要自己带流浪到自己的网站 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对 但是是否能够达到出一个更有价值的品牌 我相信也是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看你自己选择的战略是什么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觉得在这一次的疫情过后 之前好像是张忠摩先生吧 有讲过就是在这次疫情之后的世界是不一样 但因为我没有去看他实际谈话的内容 我是看了一个标题 因为没什么时间看东西了 但是我自己在看零售绝对会开始变得不一样 对 你看现在消费者在店面买东西 尤其在美国的时候 他们都会选择什么 就是self check out 就是在结帐的时候 他如果不能够跟店员互动 他就选择不要跟店员互动 所以80%的人都会想要去到有一个self check out的店里面 自己把东西然后秤重秤重 然后刷到嗶嗶嗶嗶 然后就卡刷了就结帐就走 这个病毒本身就已经开始在改变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人跟购物之间的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 非常多人他可能原本是没有在网络购买的习惯的 但是在这次疫情之后 他就开始觉得网络好吧我不相信 但我来试试看 一试之后一试成主顾 就像Uber一样 就是一开始刚开始进来 他觉得太荒谬了 要去坐一个陌生人的车 那可不可怕 做完之后你就体验很好 付款也方便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你就觉得那个司机也 人也磕磕气气 你就觉得这个体验很好 一试成主顾 你就一直开始搭Uber 叫食物也是一样 一开始就觉得叫食物 然后为什么不去吃一个热热的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那么方便 楼下就有面单吃 没发现叫送来也挺方便的 下楼都不用 因为时间是一个很稀缺的资源 所以大家会意识到时间能够节省下来是非常宝贵 所以我觉得在这次疫情里面 非常多的消费者的行为会从此就改变了 对啊 所以接下来的实体的零售的路会越来越辛苦 而真的就是有一个保护自己好的策略 就是在线上跟线下能够完整的就是去分布自己的风险 就是Hedge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提供给大家思考 好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这个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 然后就能够在影片上市的时候 就能够获得最新的通知 那就这样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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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